今天是开学日 各个学校都严阵以待 学生一定要量过体温才能进入教室 而全台最多国小生的新北市新庄区光华国校 设置了至少68个量体温点 要掌握学生的健康 但还是有不少状况发生 台北市中正国中跟花莲的民意国小 各有一名学生体温超标被家长带回 而在宜兰的大进国小 因为校舍不够无法规划隔离空间 就突发奇想拿出帐篷隔离 被网友骂翻 县府也要求立刻拆除 好 没问题 来 准备 一楼穿堂 学生排排站 体温没问题 就在手上盖个妆 钟声一响 准时进教室 还三 五 六 正常 中堂没凉的 教室门口也不放过 全台最多小学生的新庄区光华国小 全校130个普通班 学生3500人左右 开学量体温如战场 校方不敢懈怠 在7点35分 学生应该上学的期间 几乎所有孩子都能够量测完体温 光华国小光是体温量测点就有68个 开学第一天没有学生发烧 为了避免群聚 学校也用视讯方式举行开学典礼 不只小学 国中的校门把关也很严 中正国中校方也在穿堂 规划路线 让学生分流量体温 耳温若偏高必须休息过后再用耳温量一次 就一位学生负量体温还是太高 最后被家长带回 不过也有学校惹出争议 宜兰的大静国小搬出隔离帐篷 当发烧学生隔离区被骂翻 县府也要求立刻裁除 校长已经跟我提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了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校舍严重的不足 可以再调整我们的做法 校长喊冤说因为校舍真的不足才会出奇招 现在也只好另寻隔离教室 花莲个民意国小也发现 有一名学生体温高达37.7度 之后请家长带回 全台开学防疫迎来全新挑战 只有中文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